来 李强有请 好 谢谢游思斌 能够用一篇演讲 把数学讲得如此妙趣横生 你说万物皆数 所以现在我想请你 你用数学的思维 数学的概念 你来形容一下 面前的这三位老师 数学的概念哦 这个鲁豫老师 那必然就是黄金比例了嘛 对吧 这话说得太不真诚了 绝对不是黄金比例 利波老师浑身就充满着代码 代码 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 现在就可以替人类去谱写诗 但是要达到利波老师 这种文化的深度 还需要前行 所以他就是一堆代码 紫焦老师那就是一个 最强大的机器人 因为他的思想跳跃 不是一般人所能奇迹的 我这是灵语医的组合就对了 太棒了 在他的概念当中 他可以用数学串起一切 有一个强大的逻辑 来我们现在请几位老师 来对他的演讲进行一下点评 利波老师 代码背后的只有四评能读懂 他讲得非常精彩 特别浅显易懂 数学于诗 于画 于音乐 画和音乐我不懂 诗呢 我比较擅长 所以帮他补充一下 他用到上来用了一个对联 其实 叫那个读揽梅花扫蜡雪 对吧 然后细尼三世 五流西 就是你说导人没法扫蜡雪 我看有许多朋友 在那默默地念 好像对不上 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你用普通话对不上 因为写这个对联的人是谁呢 是风子凯先生 风子凯先生 他是浙江人 丽本老师反正您江苏 和这张也差不多嘛 对 你看那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吧 就是那个 细尼三四五六西 他其实用那个南方话 他才能读出来 跟上海话讲也差不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对对 还有那个细尼嘛 那就是尼 他其实都属于无方言嘛 事实上 其实风子凯先生 他是倒过来 他是为了写这个 导人没法扫蜡雪 和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编了这两句诗 其实是个对联 太牛了 说到最后 其实斯宾给我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个哲理 和一个智慧 就是你只要精通 一向宇宙的真理 你就可以拥抱整个世界 和人斯宾的压轴登场 是带着知识性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给你点赞 现在两位导师到台上来 来为他们进行拉票 刚才哭的我脑子里面 现在都是空的 对不起吕强 没有没有 作为同行 我觉得吕强是一个 非常棒的记者 因为他中间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有据可查的 这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自媒体 而正是有这样的记者 他在让我们最可能的 无限的接近真相 而只有那个真相 才有可能帮助我们 尽快填平那些鸿沟 尽快地把我们带出 那个很阴暗的 漫长的 寒冷的 让人绝望的隧道 看到隧道尽头的那个光 感受到这个世间的温暖和阳光 所以我再次谢谢吕强 这篇带给我眼泪 也带给我温暖和力量的讲演 太棒了 我常去大学演讲 我最怕学生问我一题 他说请问焦哥 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我通常都会反问他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喜欢的是什么 我又怎么会有答案 从小到大你应该知道 你想往什么 你想做什么 你崇拜什么 你追求什么 斯彬就是一个这样的年轻人 很早就立定志向 找到自己的方向 真的不简单 有的演讲会触动你的心 有的演讲是一种知识的交流 观众每一个人都很忙 他愿意给我们五分钟看一个讲演 我们都要心存感激 而这个讲演 能不能给观众一些新的启发 我认为斯彬有做到 请投票给斯彬 好 好 来 那现在又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刻了 又是我们特别紧张的时刻了 因为今天这是最后一组上场的 我们看看今天这两组战队 谁会先拔得一点头筹 好 那两位导师请你们先就座 现在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请你们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请投票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最后的结合 就会由斯彬 三票获胜 谢谢斯彬 斯彬 停留在我们的舞台上 那李强在这里还想跟我们说些什么 其实我挺感谢这个舞台的 然后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演说家 其实再回来 其实主要的目的不在于输赢了 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 我认知的东西 我感受的东西 竭尽我的所能传达出去 我觉得就已经很知足了 谢谢李强 希望你在非洲保重好自己 还有也希望 在你即将要远去的那一个城市 那里也有温暖的光 谢谢李强 谢谢 掌声再次送给李强 那今天我们的比赛就要到这里了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请出 刚才获胜的两位 来 有请袁吉和楚音 恭喜三位 在我们这一场的半决赛胜出 三位将在我们之后的决赛见了 大家加油 让我们在决赛 再期待你们再次精彩的讲演 各位朋友们 三位老师 让我们下一场半决赛再见 古地partie其实非常非常棒 因为第一个 他从自己家里的三代 十九岁的三个故事 但是又带入了新疆的改变 他的故乡的改变 特别好 包括我们三个老师 其实后来我们也都在讲 自己的十九岁 我觉得这种感染力特别好 这带入感情 李强说 我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 做你心中的 那个最优秀的记者 同时保持你今天这份少年情怀 那种暖 那份柔软 保重 加油 古地partie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年轻人 祝福他 接下来每一年 都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 跟方向 站上不同的舞台 《鸟灵剑》是个舞台 也收下来是个舞台 但每个舞台都会收获的 我是